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毓民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在電話旁邊應該是歐先生 歐先生 你好 你好 台長 多謝你 沒有 其實現在那個環境 還可以怎樣說呢 我們香港 你在問我 你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的 其實這次疫情 帶來全世界的改變是很大的 你在外面的環境 已經慢慢會看到一些 很根本性的改變 而這些改變會回香港 所以上個星期 有些朋友打來問我 現在的情況如何 我們自己有什麼可以做呢 以前我標榜一件事 就是香港人要掌握自己的命運 但你去到現在 其實你會看到 外面的世界影響香港 在下半年會相當之激烈 以及幅度相當於大 所以這個也不是我們自己 可以 能夠控制得到 那個轉變的情況 台長 其實如果我們是 以一個香港的市民去看 台長 如果你又以一個香港的市民去看 你不要以你的身份去看 是 我們得出來的結果 我們是市民 我們現在看到的 香港的環境就是 一塌糊塗 以及不堪 以及無可奈何 以及香港人真的很自私 又內藥 你說抗疫成功 可以壓制到 那個傳播 不是太多 其實 每天都在增加 台長 現在你說的就是 唯一一個增加的幅度 比我們先前預計的 就少了 但是你現在不知道 過了那個假期之後 你譬如說 到一些上班 或者甚至考試 你不知道 會不會有另外一波的爆發 事實上你現在這個問題 正如我剛才所說 就不只是香港本身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 例如現在你在廣州 我想你有看廣州 那個最新的報道 在三元里 那裡已經是大爆發 那你現在抓了那些黑人 你看到那些 都被抓了 這個場面本身 其實已經暗示到 在廣州那個狀況 是相當之惡劣的 如果不是他不會這樣 那你如果在窗戶的角度 就是說 到你那個關口再開花的時候 那是不是這些在上面的 這些感染的個案 又可以傳播到香港呢 那到其實你又是 沒完沒了的 就是你不要用現在這個角度 就說那個疫情 好像慢慢就 對 其實就不是 對 其實就不是 其實就不是 你要預備另外一次 真的 無論在中國 或者在非洲 甚至在歐洲 它疫情有另外一個新的變化 所以剛才我講的 就是 不是純粹說 現在是 跟著走下來 而是說 你眼前那個 你都解決不了那個問題 這個疫症的問題 你現在很明顯是 全世界都解決不了 是嗎 它一去到非洲又大爆 然後你 你飛了很遠 不關我的事 它不是 它跟著又會傳過來 那你傳來傳去 這個過程 什麼時候會完 現在真是天了得 那麼你 你剛才有提及 聽說翁文說 你的疫情都沒有過 你跟著 現在的經濟問題 你全球的經濟大蕭條 你已經開始緊了 那麼你香港 你政府 你有沒有 這個足夠的措施 或者有計劃 去怎麼面對這個問題呢 那麼你現在 所有的東西 都是未知數來的 所以對下半年 大家其實是 真的要想得比較清楚 就是那個局勢的變化 可以 可以 會很大 如果以我們百姓來說 台長 我們現在看到的 下半年 接下來的下半年 將會是非常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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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惡劣 是惡劣到 我們會是 報了美國那個 那個 所謂的大蕭條 是啊 可能我們都會報它的後塵 是啊 現在有些 外國的評論家都說 這個 接下來的狀況 可能比一九二九年 那個大蕭條 更加嚴重 美國的大蕭條 我們比它更加嚴重 是 因為我們太過 依賴外面的了 有很多東西都 我們香港一直 都是太過 依賴外面 所有的 進口東西 如果一大蕭條的話 我們香港 有很多東西 都不可以自給自足 其實這個 才是一個最大最大的問題 沒有的 這個情況 日後可能 我們可能變成 米又要配給 廁紙又要配給 都要配給 的時候 我們就真是淒涼了 台長 是啊 但是 麵包都說要配給 那我就真是沒有眼看了 有心應不明白 不用怕 我想是這樣的 現在的狀況 它顯然 但是你也要忘記 一件事 就是香港人的應變能力 以及它的適應能力 歷來我們都覺得 我們很強 這方面 要看看今次 這麼大的衝擊 我們有發揮什麼創意 發揮什麼想法去面對它 不是的 台長 應該是說 我們香港人 一向都是 歷來順受 是啊 你這樣說也對 你這樣說也對 這個可以當作 適應能力的 另外一種表現 是啊 真的 香港人是有樣好 叫做歷來順受 是 是 真的 所以 剛才教主也說 其實教主應該 講明一點 應該我們香港的環境 已經會報美國所謂的大蕭條的後裁 是 可能我們比它更加嚴重 是 教主說得太過保留了 是 始終我們呢 其實教主 和你呢 你們應該 看到這麼多所謂的新聞 你們應該都感覺到 我們下半年 是真的非常之非常之惡劣的 根本現在已經是陸續續浮現出來 慢慢浮現出來 慢慢浮現出來 現在才是四月 是啊 香港人還是有些 還未醒 還未睡醒 還覺得好像沒什麼 你看看這幾天 突然間街上多了些人 多到是 不知道什麼事 突然都腫了上街 腫了上街 腫了上街 不是他不知道什麼事 我解釋給你聽 就是很多時候大家覺得說 咦 你跟足了 其實不是的 就是不行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那是人性來的 你不是各個德國人 那樣的 就是那個理性 或者政府 叫你做什麼 他真的跟足了去做 就算是德國人 都做不完 但是 而是說 你困了家裡那麼久 很多人是真的想要 下街去接觸一下 這些人氣 或者去看 還有我不知道你跟不同意 這幾天的天氣真的很好 很漂亮 這幾天又說會突然冷 又不知道什麼事 是呀 你日後出去接觸到大自然環境 是真的秋高氣爽 不知為什麼 現在不是秋天 但是秋高氣爽 又夠乾 又夠涼快 很奇怪 很奇怪 好 多謝你 我知道 謝謝董事長 拜拜 拜拜 接著我們接下馮先生 我已經說明了 馮先生 我邀請他每次都帶來 因為我每次都希望他報道平安 好 好 喂 馮先生你好 請說 就是這樣的 我想說三件事 抗疫基金 抗疫基金 就是 所謂保住大家的飯碗 其實這件事 是令你暫時不失業 其實都可以失業的 就是他只要做一些手腳 例如說 登報說 我們一向都請人 這個禮 然後呢 就炒齊了你 然後說 原因就是 你表現不良好 唉 很多理由去炒人 我不是請炒人 我只是找一個人 補充上來 你可以一個年資高的 炒了 找一個年資低的 是嗎 是啊 還有可以 還有可以減薪 人工是減硬的 大哥 你根本是開工不足 其實很多人都 他不是叫做減薪 他根本是開工不足 是嗎 你做酒店 現在不用上班 你不用上班 今個月放沒薪假 是嗎 那他不是炒你的 要是低級些 放沒薪假 高級少少 就減薪 減20% 另外 譬如我們剛才講的例子 譬如你補習社 那你現在沒有學生上課 你沒有學生上課 也不是的 不是的 我有去的 你有去嗎 我有去補習社上課 你有學生上課 喂 那你是否遲些考這個DSE 月尾 我不是 我沒有這麼大 我沒有這麼大 我最想沒有這麼大 哈哈 第二就是 這個 其實 這些泛民 現在要做 其實他們第一件事 我覺得他應該要動議 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就是不過 就是查這個恐怖 因為你不過還不過 你起碼要有個姿態出來 你起碼要有個姿態出來 是的 第一就是做一下樣子也好 第二就是 他們都正訓來的 做一下樣子也好 給面子 第二就是 可以引起到社會的討論和注意 至少令到人們不忘記這些警暴的問題 可以再次提醒大家 這些警暴的問題 其實沒有消失過 沒有消失過 沒有消失過 那些受害者 你看街上那些 鬥人那些 打人那些 是 圍那些 黃店那些 哪有 哪有程度 是嗎 還有 最重要的是 這些警暴的問題 那些受害者 他們是沒有得到一個應有的賠償 甚至那些人被人抓 坐牢 有些人坐牢 是的 被人坐牢 你想想 之前我上網看 有些人拍Youtube 被黑警抓了 當然 拉出去 一定是在打 打瓶羹 OK 蹲了幾個月 現在才能保釋出來 嗯 那些都很慘 是 所以 一定要 動議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要不然 要不然 那你怎會對著沙嶺那些 嗯 因為我上網看到一個 非常日豪 就是 我看完都很心酸 就是 嗯 這個 清明時節雨昏昏 嗯 沙嶺手足已圓魂 嗯 謝問公義何處有 港人搖子獨立村 嗯 這個就是 其實 當然他是 正在說 主張香港獨立 那些人 但是 最基本就是 無論你是否主張港獨 都好 最基本就是 嗯 那些人 你現在還不到他一個公道 嗯 大哥 就是 那些屈 就是 應該 就是 那些 嗯 現在 基本上 那個 香港是 拿不到 東西回來的 是 一樣東西拿不到 你現在一樣東西拿不到 有什麼 我們只有 失去 嗯 每一場 很簡單 我 你知不知道 維基版科 是每一次遊行都有紀錄的 嗯 每一次都有 我真的上網查 每一次都有 嗯 就是每一次就是一個 每一次就是一個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就是每一次都是一個 起義 每一個起義都是 每一次遊行 每一個起義 的目的都是一個 就是達成五大訴求 嗯 但是你現在全部都沒有 全部都沒有 沒有一個成功過 就是說 香港有 過去有幾多次 幾多次 幾多次 游行 計算什麼 中大呀 理大那些 計算這麼多次 這麼多次 就是幾百甚至成千次 的 遊行起義 都是失敗的 嗯 他們目的目的 目的都是 只有一個 但是全部都是失敗的 嗯 就是 這個 這個 那 問題就是每一次都有人被捕 是啊 那你怎麼還那些人 高度 平均我計算過一次 如果說普通 遊行 至少都有八六至二百個 被捕 是幾大 是啊 被捕 因為你那個公佈數字 其實都未必可以完全作準 因為 有些被人 殺人滅口 那些 那些怎麼算 浮屍那些怎麼算 嗯 怎麼算 大哥 死了幾個 我們每一次只失去了 無數那麼多人 那現在還得到公道 唯一 那些泛民應該可以做 這件事 如果不是 他只是在告訴別人 其實他只是 找一個藉口 就是說 我們九月過半數 我們才做 我們就可以 什麼什麼 你現在都可以做 是啊 沒有人要求你一定可以做到 但是你所說 為什麼一定要等到九月才做 為什麼不是現在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就是 那是一個 excuse 嘛 那你現在是不是應該要出來 告訴別人 我清白的 我呢 就不是 我呢 過半議席 就 就 不是 找笨拙的 雖然他是 雖然他是 我 我也都 講過很多次 我是 絕對反對進攻 功能組別的 就是 台長和毓民 嗯 都講過很多次 甚至毓民當年 這個 魚蛋革命的時候 他都 有條片 不是 吵架 黎動國的嘛 有條片 講過動議調查 黃國黑夜 喂 那你 現在不做同一個動作 嗯 就是 差不多是 那 那 大家都記得 有一張相片 就拍了在 去年7月1日 那一月號 那時候 那些示威者 攻入了立法會 寫了 廢除功能組別 寫了在這裏 那你現在 那些什麼 嗯 啊 民間記者會 你要回應 那個訴求 不是啊 民主長 是啊 不是這樣的 他們不是這樣想的 他們是怎樣的 我當然知道他們不是這樣想的 我當然知道 在我們這班人的角度 就是 你 你的目標是廢除功能組別的 那你為什麼加入功能組別 但他們不是的 他們很難無恥 他們會說 我加入功能組別 就好像 不是 加入功能組別 就 就 就 廢除功能組別 其實他這句 跟當年張文光說 加入功能組別 跟著就兩面而側面 令到其他公民 不是 令到所有民主派議員 都加入了這個功能組別 那這個功能組別 就變成民主了 其實我覺得是一模一樣的 是 還有就是 這些黑警 就是 我對這些黑警的決心是甚麼 嗯 如果我有一隻 我有能力 就是 有能力 就是有槍有跑 我毫不容易殺死了 嗯 那這個就 在這個台上說 這個就很遠 但是 我只可以 這個不是現在現實的情況 不是 這個不是恐嚇 這個是承諾 是 喂 如果不是怎樣對得住 喂 那死了那些人 那我 那我怎樣還回個子女 給他老爸 沒得還的 你就算醜了 這些都沒有 那件事 本身 一定是要有一個 大規模的調查 將個真相公佈出來 先 還有找到這班人 背後 他們那個幕後的黑手 誰主使 動手的人是甚麼人 批准他們 默許他們的人是甚麼人 全部 一 要將整件事 要 作為一個歷史 公開 寫出來 那這個就在 這個 之後就會 之後會 這個就是 東歐 共產主義倒台之後 部分國家出現的事情 多謝你 好 謝謝 拜拜 接著我們應該是 劉先生 大家如果想留意一下 廣州的情況 可以上CNN的網站 看到 因為他們今天 將這段時間做得很大 將在廣州他們去 去當街追捕這些黑人 在電話旁邊 劉先生 請說 喂 劉先生 請說 到你了 我想說五件事 第一件事 港台 今天我看IK報 港台的電視 下一年 政府就不會批准了給他 我想問 李台長 這個分析 對李的方式 是否因為怕港台 會令到香港的學生 看到會有少少 比較偏抑的思想 嗯 你說的聲音 我就未看到 不過我假設你說的 說的是對 但是就不可以一次過 你不給錢港台 那港台 跟著怎樣呢 很明顯的一件事 就是你現在港台 那個部分的節目 在政府的角度 在政府的看法 就覺得 就覺得 好像跟他對著幹 那樣 特別是你看看邱騰華 是不是 他就是 基本上是恐嚇港台的 但問題就是 你現在那個港台 那個節目 本身呢 你在那個互聯網上面 已經發揮到一個 很強的力量 是不是 那你說 喂 我不給錢你 是否港台就立刻 即是這些節目 即是這些節目 是否可以做呢 那我就覺得 未必是 因為他本身 他仍然可以透過日常 那些運作 去講類似的 這些言論 譬如你 阿黃在那裡做 他不是花很多很多錢 他一個人出來說 他只是 你給他一個南部警察 其實他已經說到 他今天說的話 所以 我不知道你那個說法 就是 那個消息是否正確 也不是說 即是一次過剪掉港台 令到他 他不可以延續下去 我覺得這個 我就是 他今天看 《IKEY報新聞》 我經常看到 他說 是停止對教育電視 那個 哦 OK 這是兩回事 我覺得 港台的人 的朋友 自然有他們的方法 去應對現在這個問題 事實上 當 這個 阿士 那個頻道 沒有了之後 要他們接手 他們都覺得當時 都很難去應付 但是做一做 大家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這些節目 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 他們有方法去應付 第二 第二 就是 剛才一文說的 這個中聯辦 港澳環共產黨 對香港立法會議會 這樣拿來干預 根本是卑鄙無恥 是 你 說了 共產黨 說了 鄧小平說了 這個 香港 這個 《基本法》 五十年不變 不變 不就讓 是說的 共產黨當年是說過的 為什麼你今時今日 你怎麼可以這樣過 這樣 踢落到干預我們 我們 我們香港 我仍然希望 香港還有民主 香港還可以從江 香港 第三件事 就是 我想說那個防疫基金 防疫基金 你和 陸玉玉玉都知道 他 那個 防疫基金 一萬元 你七月申請 九月才能拿到 我想說 台長 你 我真是 九月 現在八十幾歲 九十幾歲的倫家 你七月 拿到來 九月已經死定了 是 可能未拿 已經失業 要是 家裡的經濟壓力很大 要是甚至等不及 所以 他那個 一萬元 他其實 真的不需要 等那麼久 他其實可以 在這兩三月之內 馬上派了他 但他現在 就是 一味 在那裡 拖 拖到可能 他覺得可能在選舉前 他才派一萬元 就有利於 建制派的選情 但是 大家知道 這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 今年九月一定輸到 你們 這些建制派 你幫 建制派 你派那麼 蛇齋餅種 你哄那些浪人家 落單 選舉投你 你現在還 幫那些八十幾 六十幾 那些浪人家 幫他爭取 是 叫做成功爭取 即是立即發放一萬元 他們敢不敢做這件事 立即是真的 好 那劉先生還有什麼 其他事要說 我想說最後一件事 是 我之前看你的節目 抗爭的時候 你有做過功夫節目 如果不介意 可不可以做 什麼功夫節目 我記得 你好像 網上 有 網上 那個 節目 打功夫 OK 這樣 那個就有兩個不同的節目 一個很久以前 叫功夫頻道 但不是這個台 那個我也有份做 另外就是 梁錦祥波激頻道 我們就因應抗議的活動 運動 我們就找了鐵欄回來 就會講解一些很基本的自衛方法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還有其他觀眾是和應的話 我會再做多幾集 多謝你的意見 其實你是想的一件事 就是講一些自衛的方法 是嗎 嗯 可以 我們可以找鐵欄和其他師傅 再上來講多幾集 多謝你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跟著聽金先生的電話 是 剛才我們說到廣州的疫情 現在在國際的媒體 就說非洲的國國的大 就是這些政府 對這個在廣州處理的情況 非常之反感 怎樣 金先生 難道 那你再接吧 那麽那個非洲那個疫情 即是非洲那個在廣州的疫情 即是非洲的這些在廣州的人 他們被懷疑是染了疫情 所以就導致現在有一個大型的爆發 白先生你好請講 是是是 你好台長 是請講 是 是 其實我想講一下 因為這個疫情 就是大力的國際關係 就是我自己 就是看回最近的國際新聞 以及加回我自己的猜測 那我想答 台長來的評論 好 那就是 首先我想講就是 很多香港人都在想著 到底什麼時候開戰 就是 美中什麼時候 開槍走火 會去到另一步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沒有這麼快 因為 首先 大家都知道 現在美國又是 周生涵 英國 連自己的Balbert Johnson 都病到灯灯腰 是不是 不是 其實我重點想說 英國就是 你一個這樣的大國 你連一個國家最大的手上 都可以因為一個疫情 令到你 告訴別人 原來那個防疫的防疫是這麼差的 是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警號 對於他作為一個 一國之軍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因為一個國家 竟然在一次疫情之中 令到差不多 政府幾乎面臨癱瘓 他在那個病遇 出了ICU的聲明 已經說到很危險的事情 因為他可以吃 他自己說出來 他是可能會死的 你怎麼可能一個國家 那麼重要的政治人物 他可以面對一個 會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所以這個 其實我很同意你 是暴露了英國本身的政治 政治的制度裡面 一些相當之 在面對一個緊急情況下 那種這樣的漏洞 是 因為其實很坦白一點 這樣說 我想說的是 其實不只英國 其實俄羅斯 都是在面對相同的情況 是 譬如他 我記得普京 好像4月1號 是 有出過一個公開的電段 是 即是有公開發表的說話 但是之後 外間就估計他一直在那裡 即是開神癮 即是估計他是不是已經被賴了東西 當然 我補充你的說法 就是那一幅相 就說他去探望醫生 完全沒有做到任何防護裝備 跟他之前那個完全不同 而事後那個醫生說是中了一招 那些人就懷疑 他是不是他 因為跟那個醫生押了手 他自己中了一招 跟著他又沒有出來很久 他沒有出過個人回應 是的 那些人就覺得 是不是他都抓了東西 但我相信都很快 要是他有事 他就會公佈 如果他 因為其實你會看到尊師馬跡 因為4月1號之後 那些公開場合的片段 你會看到他在他懷疑他 拿東西之前和拿東西之後 他穿那件衣服 打了一條太陽的模樣 是 即是那副照片 那副照片就是 那副照片 那副照片 應該不是他這個可能性 是的 OK 還有 還有 其實 我想各國真的要思考一下 關於是要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 你除了要播放台灣 今次疫情做得好 還有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生產線 我告訴你 供應鏈 供應鏈 沒錯 那個生產線 台灣 譬如你做口罩 你是一條龍 你已經做了 你不同 很多國家現在 將所有的生產線 分佈在不同國家 好了 以美國為例 開始疫情爆發 即是開始爆發的時候 其實他自己的醫療設備 即是呼吸器 短缺也很重要 尤其是 當那個紐約州州長 幾乎哭到要跪著 是 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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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跪著 但他根本 段奧曉 他真是 很清楚明白 他根本還給不到 那麼多少的 套餐給你 好了 過了一陣子,Tesla公司本身是做車,後來他可以供應10萬部呼吸器 但原來被人踢跑了,他主動說呼吸器都是跟大陸賣的 是的,大家欺騙我欺騙你,沒有的,這次疫情我非常強調一件事 他是暴露了整個在現在所謂西方先進國裏面的生產本身出現了一些對國防和對整個國民的安全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想現在他們未必公開掛出來,但事後他們私底下一定要重新評估 即是甚麼叫戰略物資,以前一個口罩不覺得是戰略物資 以前一個呼吸器不覺得是戰略物資,但以後會覺得是 但問題是你根據上次疫情,你可以預測將來有另一個什麼類型的問題 即現在還有下一波 是的,將來你一定是重複這次,可能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他牽涉到一個很基本的疑問就是,這個全球化 譬如說我們將一些生產的工作,將一些生產模式 我們搬移到成本較低的地方,這個思路要完全將重新調整 否則你的國家安全是受到嚴重威脅的,是吧 其實譬如說你當中上任的時候,譬如在那三個州,幫GM 然後另外兩個公司我忘記了,有幾間的,不止一間的,有幾間的 但問題是,他沒有… 他有份補貼,是吧 是的,他沒有看到那個國家面臨的緊急狀況,放在當時的思維上 他純粹想一件事,就是就業的問題,現在不止就業的問題 你一次這樣的疫情,其實你已經將整個美國 可能在說的那個經濟增長,完全一次過關掉它 他這個是其差一著的,不過將來才慢慢跟他計算 好了,多謝你白先生,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談 好,拜拜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星期四再見,拜拜 先撐好,再見 來,看 pad